我講白一點 就是檢政跟市政 檢政在檢政署當中 是在所有中央部會當中的 三級機關裡頭 一個非常小的單位 雖然它很重要 但是是三級單位 不好意思 市政很重要 雖然它是最大的城市 但是市政裡頭 就沒有牽扯了兩岸外交跟國防 它談到所謂國際產業發展 國際產業發展是產業自己發展 還是你幫它發展 那你說談到國際事務 城市外交勉強算好不好 結果你總共有幾個城市 才十個城市 七個留在美國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馬少爾 一個是菲律賓 連最大 我們最常去的日本 連一個都沒有 好 那你至少在十幾年的市政 市副市長跟市長的任內 你有至少帶團參訪 或者接待國外來賓 講了什麼樣的言論 提出什麼樣的國際的高度視野 都沒有 都沒有 韓國瑜是全國認證的草包 可是人家韓國瑜還可以講出來什麼 國防靠美國 科技靠日本 對不對 經濟靠中國 還有順口 還有順口溜 他還講出一個看起來 連是有宏觀的話 而且他還去拜訪了美國 最重要其實老實說 韓國瑜至少還有國政的經驗 那個盧秀燕有國政的經驗 為什麼 他們當過幾屆立法委員 第二屆到第四屆 韓國瑜當了這一個 九年的立法委員 那時候是三年 九年的立法委員 他至少還有國政的概念 我跟你講 侯友宜是國政的富之雀儒 老實說 我看到賴清德 賴清德我去了解他賴清德 賴清德已經在當立委的時期 他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未還裡頭 但他當了市長以後 就提升自己的格局 去做了很多城市的外交 他英文能力也算相當不錯 我常常見識過 再加上他什麼 他也知道他哪一個部分缺乏 他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他就不斷地 去關心國際金融問題 他關心整個受險資金 33兆34兆以後 這些資金跑到國外去 曝險太高 是不是拿回來 國內進行公共投資 賴清德有在做準備 讓我問一下 侯友宜你做了什麼準備 對 好好做事情 講好好做事情 告訴大家說 你心裡頭只想幹嘛 你只想選總統 你心裡頭想幹嘛 你只想當總統 你心裡頭就是想不出來 你怎麼做總統 對 所以這一分析下來 真的是高下立判 那現在進入這種所謂的黨務 然後跟這種立委選區的協調 還真的是深水區 侯友宜有辦法處理嗎 來 蔻姐 因為我們說 你剛剛也談到 趙少康的問題 他就痛罵朱立倫 說子虛烏有 絕無此事 他沒有去爭取立法院長 朱立倫放任 他們人對媒體放話 又不把事情講清楚 裝神弄鬼 所以這到底整個情況 是朱立倫在佈的一個局嗎 這個局顯然是玩完了侯友宜 然後要繼續的削弱趙少康嗎 這些人按照剛才正昊講的 侯友宜安排陳偉杰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 如果朱立倫是被趙少康講的 那他們的計謀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們千萬不要小看朱立倫 當年他換掉紅袖珠 花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醞釀 這三個月當中 也對外媒體也放話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是公開說他是要換柱 還常被罵 可是我們的消息來源 都告訴我們是確認的 我跟康姊好像上節目吧 下午的live 然後我是紅袖柱發言人 我還說絕對不可能換 講到一半下面跑馬燈說換柱 對 然後我就跟你講說 你那時候發言人 我那時候紅袖柱發言人 所以朱立倫沒有幹不出來的事 他就是受害者 而朱立倫當時這個 他有特定的人士 就是黨裡面有他的親信 親信旁邊還有媒體人 媒體界的人 然後負責跟我們幾個人做 當然因為我們也算是熟識的 他倒是不是操作說讓我知道 或是讓另外幾個人知道 而是他就在醞釀這個氛圍 這個氛圍是怎樣 當李章康這個人 一直說不可能換的時候 我只要去訊息問那個對方 怎麼回事說 他只有一個字 嗯 就是這樣 這樣子 會壞 所以從頭到尾我就說會壞 正好吃過朱立倫的虧 不是 所以 被朱立倫玩過 如果當朱立倫的城府 有這麼深的情況之下 那趙康看起來 跟朱立倫比 他比較焦躁 這一波 如果你這麼生氣的跳出來 痛怕朱立倫幹嗎 你有證據嗎 朱立倫 如果希望你拿出一個 媒體放話的證據 你怎麼辦 這掌控媒體的是趙康 所以趙康這一次 也上了朱立倫的當 跳久了對不對 哈哈 那你就真的不能有不分 去第一名了 因為你不要嘛 你自己說不要 哇 這太厲害了 他當年根本就想要選 國民黨主席 然後自己又要做中評委 然後當主席 因為媒體的老闆要罰錢等等 有沒有 變來變去 又說自己非想選總統 要做總統候選人 現在已經變成 只有在外面跳腳 那剛才這個 是 媒媒說 他可能要做行政院長 我告訴你 行政院長比較難 因為要選上總統 可是不分區第一名 在國民黨裡一定可以選上 對 一定可以選上 一定有的 而且他這個 就算是一個第二大黨 以趙康的那個 籌謀跟他過去的歷練 跟他這個 未來的這種企圖性來講 這個位置好極了 所以我不認為朱立倫是 這個無敵放肆 朱立倫的回答 所以那這一招 勾引出了 對 招攤排除掉了 不用放不分區了 這個不是跟傅昆奇 去嗆讀侯友宜一樣嗎 他跟侯友宜說 你宣布啊 你宣布啊 對 侯友宜嚇得不敢宣布 那我說侯友宜 我就宣布 侯友宜當天宣布 召開記者會 然後把國政幕僚 全部都請出來 開個記者會 國防兩岸外交 跟國內財政經濟 所以人馬都一直排開 我告訴你 今天這個局就是他的了 馬上定於一尊 所以他就是沒用嘛 那趙昂康是 你沒有黨主席的位置 再見 所以朱立倫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 他的經驗太豐富 他後面還有高玉仁 然後呢 還有他在選舉的時候 你看他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他多麼的 趨救自己 然後跟森蘭張亞中競爭 那個時候他就想到 一定要有這個黨機器 這個黨機器 對他來講太好了 他手上有 不分區立委提名名單 不分區立委 這個太大了 所以現在黨裡面 誰敢罵他 區立委提名誰敢罵他 這都看他臉色的 當然了 那區立委完了是不分區 誰敢罵他 然後後面的操盤人 付困期 所以今天趙好康等人 紛紛被付困期所設的 那個暗中陷阱 給料倒了 所以看到這一局 真的是朱立倫高招 來 傑民哥 那朱立倫會是 那個笑到最後的人嗎 那個看不見 侯友宜完全比不上 不要忘記朱立倫 叫他還有日本型 還有美國型 他跟美國關係可是好的 到時候媒體上一爆 他又見了什麼人 看了什麼人 然後看看侯友宜 你還在那邊 新北市晃來晃去 這個格局 馬上就不一樣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不要太高估趙少康了 當時趙少康說什麼 他要選黨主席 後來媒體就問他一句話說 你一旦選黨主席 你的中廣你就沒有了 你就不能上電視做主持人 他一看到 這個損失太大了 當個總總主席 我一年省掉這好多錢 然後馬上又歸縮了 這就是趙少康嘛 那問題是你說趙少康 他能不這樣回應嗎 如果他回應說 好既然朱立仁認為我要做不分區第一名 我勇於承擔 我希望拉開整個不分區的席次 結果突然之間說 朱立仁說沒有 其實我們還是有另有想法 他又被打一槍了 所以換起來是趙少康基本上來說 他其實要維持一個格調 他就是一個媒體人 但是這裡面倒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是蔡振元開槍了 當我們說新北市喬這一局 叫做淡水這一區 叫做演一出戲的時候 蔡振元直接說一句話說 新北市其實有九個九席立法委員 都是民進黨的 那你侯友宜要不要先處理 把九個立法委員給搞出來的時候 才證明你有能耐 所以蔡振元這也是來行 蔡振元直接一槍斃命 所以你不用玩這 你越玩這遊戲 大家覺得你很搞笑 其實我剛才講的一件事情 不管他怎麼解釋大城市小國家 有各式各樣的解釋 他有說一句話說 他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 他有做這個國際的企業 這個產業的發達 結果一上網去Google 就不得了 有真的 新北市有國際企業 這個有真的有這個投標 那是2013年 朱立倫執政的時候 從那個時候開始 新北市就沒有搞大事了 其實我覺得比較可怕的事情是 我比較擔心金普通 金普通一上來的時候 他不是要幫侯友宜 他其實要是鬥朱立倫 如果金普通跟趙少康 都在鬥國民黨黨主席 請問一下這個黨主席 做什麼事情都是錯的 今天我們叫侯友宜 他是陽春麵 沒有任何的滋味 連肉啊什麼魚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碗陽春麵 最後變成水煮麵 但回頭一件事情是 如果朱立倫 他連內部鬥爭 現在馬英九也沒有下來 如果連金普通下來 都是對決的 是朱立倫的話 如果我請問一下 到時候朱立倫做什麼決定 都要完蛋 還有簡單一個句話 民進黨的遊戲規則很簡單 什麼時候總統去登記 什麼時候總統提名 日期daylight都很清楚 結果朱立倫丟了一句 說我要徵招 你什麼時候徵招 你的daylight是什麼時候 沒有 更不要說 徐曉欣現在玩廢洪泰 玩得很開心 那請問一下朱立倫 每天看 徐曉欣玩廢洪泰 廢洪泰鬥徐曉欣 你朱立倫這個黨主席 位置在什麼地方 你連立法委員的事情 都處理不了的時候 請問一下這一盤散沙 當然怪不得 柯文哲說一句話 他說他要拉著板凳 看國民黨臉最出戲 好 再來關心 中國的飛彈護衛艦 上午竟然想闖入 我們恆春外海的24海里 被我們的田丹艦 強制驅離 先瞧正好 中國解放軍到底是在幹什麼 他叫闖入我們的領海嗎 到底背後有什麼樣的企圖 你仔細看 他是恆春外海 所以說其實他是要搶什麼 搶巴士海峽這個通道 其實我跟大家談 就整個中國要去打台灣的時候 他會有兩大咽喉 第一個咽喉是這邊的宮古海峽 另外咽喉是這邊的巴士海峽 這兩大咽喉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他都已經開始去做布防 第一個在這邊宮古海峽這一部分 他是交給日本 在這邊就是西南諸島 在西南諸島 日本在這個所謂宮古海峽 布滿了所有反艦飛彈等等的 包含宮古島等等的 一大堆反艦飛彈 可是問題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台灣跟菲律賓這一段的巴士海峽 沒有小島 到底要歸台灣管還歸菲律賓管 也不知道 站在菲律賓角度 他當然沒有必要幫台灣 去守巴士海峽 所以這邊就變成一個戰略的真空位置 所以你仔細看 中國最近的 尤其是這一年來 他都不太往北走 你往北走會走到日本的領地 假如講你在打仗的時候 你在日本頭上打仗 日本是不允許的 他往南走 所以我們看到西南空域 西南空域 就是說有很多西南空域的飛機 來集中有踩點 而且這個巴士海峽 有個更好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你如果 因為這看不到太陽底下 這邊是個大陸棚 從台灣過去50公尺或100公尺的外海之後 急速下墜 他在這一塊 他在這一塊是一個天然的潛艦通道 這一塊 他有個天然的潛艦通道 所以中國才把他的潛艦機器 設在海南島 從海南島出來後 從潛艦通道一路出來 就到後面開台灣後門 好 這是基本狀況 所以在了解這樣基本狀況之後 就知道你要補強他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補完了 所以就要補強什麼 菲律賓 美國千呼萬喚的東西 等到菲律賓換總統換小馬克斯 從杜特帝換到小馬克斯 杜特帝基本主張是親中 小馬克斯主張基本是親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馬克斯上任他講的兩件事 第一個台灣有事就是菲律賓有事 對 第二件事你講什麼 講說再租4個基地給美軍 現在美軍在菲律賓有5個基地 現在租給基地裡面 有一個在巴拉旺是最南方 這不談 有兩個在北方 最北的旅宋島 對這兩個北方有兩個基地 這兩個基地對於美軍來說 我不需要大規模 因為小馬克斯也很擔心 美軍如果大規模進駐的話 就剛以前不三不四 什麼酒吧 什麼懷孕 怪是一堆 他也跟菲律賓軍民保證說 不會有大規模的美軍進駐 一千兩千人就好 可是你又想看 美軍進駐會進什麼 飛彈部隊 我在這邊進駐飛彈部隊的時候 對美軍來說 這個巴士海峽要到 我也可以把它吃死 對 台灣在恆春這邊負責守 巴士海峽北邊 對 美軍在巴士海峽的 這個菲律賓北邊 負責守巴士海峽南邊 這個反艦跟防空飛彈 就可以把這兩個所謂的 藥道全部收拾 確保中國牢牢被 鎖死在第一島鏈裡面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從北到南 整個弧形方線 已經完全完成了 已經完備 已經完備 好 這個已經完備之後 對於中國或是中國 清台會有什麼影響 我要跟大家聊 最近聽過幾件事情 第一個 美國太平洋司令 艦隊司令不是在 這個禮拜說 接到命令 一通令下 馬上遲緣台灣 對 換句話說 如果老公要打台灣的話 關島這邊會出兵 日本說什麼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對 日本這邊出兵 對 沖繩那邊就出兵 然後美軍駐南韓 副司令公開講 台灣有事 接到電話 駐韓美軍可以遲緣台灣 所以韓國也會過來 對 現在菲律賓的北邊 有駐菲律賓的美軍 所以你看我這個圖畫完 是 這個戰略忠針是很可怕的 因為我們常常 我們在談台戰爭的時候 我們都把這些折掉 我們就說台灣跟中國很近 台灣海峽很大 我們可能會被萬箭取發 可是當你把這個圖 放到這麼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台灣海峽很窄 對 我們的盟友很多 而且是四面八方 一方有難 四方來源 對 甚至還有更南的澳洲 更東的夏威夷 都可能會池源過來 對 甚至不排除印度 在大後方去牽制中國 所以你看 當這個台灣海峽塞滿了中國的軍艦的時候 請問他會遭受到什麼樣的徹底打擊 是 對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對 你看這張圖就可以理解 再來第二個更可怕的 中國不是說反巨子介入 對 第一 意思是打台灣的時候 讓所有友軍 被隔離在第一島鏈以外 不要來參藏 可是你看 那個時候就有分內線跟外線 你看這張圖 內線 拍謝 你不用隔離 我都在你的內線裡面 對 是不是都在第一島鏈以內 是 直接過來 直接過來 菲律賓直接過來 對 沒有什麼 我過來會被你打的問題 我本來就在內線 對 我在那邊駐紮比你 做遠程火炮支援 我就可以打垮你 沒有那種來不及的問題 沒有來不及的問題 都在上下而已 而且沒有拒止的問題 有一種方式拒止 怎麼拒止 老共要去攻擊日本的國土 攻擊菲律賓的國土 攻擊韓國國土 這等於是對韓國 日本菲律賓宣戰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本來就在 第一島鏈以內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拼圖 已經拼完了 尤其是小馬克思的態度轉變 對於最後的一塊拼圖 很重要 的確 鄭浩分析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 美國部件在東亞 在台灣的北邊南邊 已經完全建構 這個弧形的一個防線了 所以妹妹姐 目前這種情況 那中國是要打什麼樣的算盤呢 特別是我們注意到 馬英九即將要去 中國訪問了 不是要和平嗎 但是另一方面 卻依然派飛彈護衛艦 來我們台灣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手法呢 兩面手法嗎 然後是給馬英九難堪嗎 馬英九還沒去之前 中國的網路上說 他是臭藥飯的 你中共控制網路的能力 居然讓他在那邊一天 為什麼 給馬英九下馬威 你來喔 你不要出格的言行喔 你一切照我的意志安排 馬英九已經沒有 這個隨附 這個配槍都已經減半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馬英九這個先生的名字 就可以了 對不對 稱謂 然後包括行程都安排他的 已經都依到這樣 可是中共還是先給你下馬威 所以中國一方面可以大內宣嘛 我習近平策略成功 二方面他對外宣示 你看 台灣卸任元首啊 願意到中國啊 在蔡英文要訪美的時候 那製造台灣分裂的印象 分裂分散台灣在國際的支持力道 但是美國看得非常清楚啊 所以你看美國做的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的這個 這個太平洋這個司令 他會說空軍司令 他會說空軍部長說 我們都準備好了 對不對 只要來 而且這樣講 我們就是集成共飛 共建 好 那你看喔 他講這個 是非常來真的 不要他沒有準備 他要預防作戰 他要赫子作戰 他就是給你來真的 各位你知道 美國這個當當太平洋司令部 他那個艦隊空優有多強大 你知道嗎 我們當然講 中國說我海軍有多少 艦艇有多少 但是我請問你 航空母艦 是不是美國第一 質量就算你艦艇比較多 是不是也是美國第一 空優就在這邊了 然後F22進駐了 各位 F22多厲害 我再告訴各位 F22號稱 全世界地球地表最強戰機 他呢 美國做的戰機 他就是F22 他不外銷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過去曾經有飛到過 這個東北亞的日本 然後呢 東南亞 這一次飛來菲律賓 東南亞是第一次 F22他厲害到 他是最好的逆中戰機 那我問你 你共機怎麼樣來 他現在建築到菲律賓 克拉克空軍基地的 這是東南亞最大的空軍基地 也就是說我隨時我取得空優 把最先進的戰機都擺在 這個最前面的防線了 美國他們是分工的非常好 當我空優 我空對空 我用F22把你都打掛了 然後呢 我其他F35 F16 這些我可以把空對地 然後對艦我都可以打 所以我讓你根本不敢越雷遲一步 然後呢 我軍事基地 他最北的 你知道嗎 距離台灣只有多少公里 不到400公里 非常的快速 所以是有備而來 那為什麼有備而來 最後我就要講 德桑提斯 這是未來最熱門的共和黨 潛在的總統候選人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是美國的關鍵利益 為什麼呢 我告訴各位 台灣絕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丟掉台灣 美國全世界霸主地位 絕對動搖 中國真的會取而代之 為什麼 因為第一 台灣的晶片 你可以落入中國的手裡頭嗎 那全世界當機了 晶片勒索了對不對 第二 全世界每天通過台海的這個GNP 他有全世界的一半 你美國怎麼辦 第三 台灣如果被中國拿走了 美國在太平洋 在亞洲的盟主地位一定動搖 因為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包括菲律賓 通通要倒向中國的 第四最重要的一點 中國會真的是東升西降 他的人民幣 如果只要跟美金能夠比肩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 美國可能破產了 因為他國債太多 美金不是全世界唯一最強的通用貨幣的時候 美國會受不了 所以丟掉台灣 就得丟掉美國的霸主地位 那美國是非常看到中國這一點 為什麼邱泰山 為什麼布林肯說 2027年 中國有進犯台灣的能力 然後邱泰山說 這個習近平要第三任來解決台灣問題 就是因為習近平要拿台灣來 他才可以繼續連任下去 他可以才完成歷史偉業 台灣才是他第一道的骨牌 所以美國一定要協防台灣 因為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菲律賓有事 就是美國有事 來 瑞哥 所以目前這樣的情況 蠻有趣 等於也是一個中共的棋子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棋子 也就是說 他的兩面手法 一面又要和平 一面又要用這種軍事的威脅 所以看出他們這種三方的手法 跟目前這個中共跑 這個習近平跑去 這個俄羅斯所謂的和平 其實也都呈現出一個假象 我們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之前在立法院說 說的事情是真的 你知道本來美國的 眾議院的議長 麥卡錫 如果下個月來台灣的話 你知道他們要用 什麼樣的方式反應嗎 他要直接用大型無人機 飛越台灣的本島 他要直接用他的軍艦跟軍機 弄進去我們的24海里 你可以今天可以看得到 那橫穿外海嘛24海里嘛 我請問你根據國際法的規定 他可不可以進到24海里 他哪裡違反國際法 我問你為什麼 因為領海跟領空是12海里 所以呢他可以直接 他挑戰你 他現在天天 馬英九非常的可笑 為什麼國民黨也非常的可笑啊 他們不是說要去追求和平嗎 我要求馬英九除了 必須在中山林 對著孫義先生先生 他100多年前所創建的國民黨 跟中華民國在他面前 喊一聲 我是以中華民國前總統的身份來之外 他也必須在所謂的湖南大學 中國戰區 第四戰區 那麼受降日軍那個地方 那麼當時受降是以中華民國的 這個等於說名義受降 在那邊喊一下 我是前中華民國總統嘛 你喊一下嘛 很簡單你喊一下嘛 然後順便在這個等於說 見到4月5號 本來應該清明節那天 去記住的那一天啊 你卻去上海見了王滬寧的時候 順便提醒2015年你們號稱馬英九號稱關緊門 你有跟習近平講過說 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台灣人民心裡不舒服 習近平告訴你說那飛彈不是對準台灣的 那你為什麼不追問他那飛彈是對準誰的啊 你要跟他講說你要距離力爭說 就算不是對準台灣的 我們也不舒服你後撤30里嘛 不然你也騙一下去對準日本嘛對不對 請這一次你在王滬寧見面的時候 順便再跟他提醒一下 請他帶話給習近平 一定要把飛彈後撤30里往北偏嘛 你至少跟他講一下嘛 請問你馬英九有那個膽子 有那個總這樣講嗎 沒有嘛 我們的哈哈沒去 我們的開玩笑說馬英九全部做到了 我們帥團去迎接他回來 很簡單嘛 你至少有那個gas是中華民國的前總統 奇怪你去馬來西亞 人家請你去論壇的時候把你矮話 說你是這個領導人而已 你馬上就弄個牌子說我是前總統 你到馬來西亞很重視 你到中國你就不重視了 這個我就不懂嘛 至於另外一個事情就不要小看 這個等於說美國跟菲律賓簽的這個東西 相關的基地 各位剛剛鄭浩講到是 他現在不是除了五個基地之外呢 另外增加了四個基地嗎 我們只注意到在呂宋島北部的兩個基地 是靠近跟我們台灣一樣 把守至巴士海峽 下面那個下面這個島叫做巴拉旺島 像一片像一葉扁舟那個巴拉旺島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個巴拉旺島是什麼 美國在整個南海完全沒有任何的可以囤積 包括彈藥跟相關飛彈的一個地方 巴拉旺島這個地方你看他一小片對不對 長長的一小片對不對 你知道他剛好對準什麼 剛好對準整個南海 他等於是二十五中共南海艦隊的喉嚨 你知道嗎 他在這個地方 美軍將在這個地方有基地 警戒而來他的基地 空軍的飛機進駐了以後呢 基地進駐了以後呢 飛彈就來了 他的防空飛彈 他的反艦飛彈全部都來彈藥庫也來了 各位 美軍本來在南海 完全沒有任何的根據地的那種窘境 即將全部都因為這樣子而改變 美軍在部署一個東西 把第一島鏈從菲律賓 台灣 日本 韓國 緊緊的扭在一起